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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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下午 胡锦涛主席在阿斯塔纳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荷蒙 胡锦涛指出 一年来 中塔木林友好合作关系又取得新的进展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 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开展了良好合作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塔关系 愿做塔吉克斯坦最可信赖的好邻居 好伙伴 好朋友 胡锦涛指出 中塔务实合作互补性强 前景广阔 中方运同塔方一道 深化经贸 基础设施建设 采矿 通信 农业等领域合作 要落实和拓展双方合作大项目 继续加强中塔卡拉苏扩勒买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在农业生产 加工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加强两国农业部门交流合作 深化地方合作 落实好关于加强中国新疆同塔吉克斯坦合作的政府间协议 将中塔地方合作提升到新的水平 胡锦涛指出 作为友好近邻 中方真诚希望中亚地区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 愿同塔吉克斯坦在内的地区各国一道 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拉荷蒙表示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可靠的好伙伴 好邻居 塔方致力于全面推进同中方各领域友好合作 对华关系过去 现在 将来都是塔吉克斯坦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 塔方愿意同中方一道 加强经贸 农业 交通等领域务实合作 把两国关系推向新的水平 塔方重申坚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打击三股势力 令计划 王滬宁 戴炳国等参加上述活动 13号 在利比亚西部城市米苏拉塔的达夫尼亚前线 利比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机点交火 政府军炮击了反政府武装的据点 并且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反政府武装则用车载机枪予以还击 达夫尼亚位于米苏拉塔以西30公里处 目前 反政府武装正以此为据点 向首都迪利波利推进 13号 北约加紧轰炸迪利波利中心的 政府军据点和东部军用机场 此外 北约还将空袭的范围 扩大到了利比亚中部城市朱夫拉 同时 反政府武装配合北约空袭 加紧在地中海沿岸多个城镇 与政府军交火 反政府武装13号宣布 已经取得爱及达比耶附近的阿尔巴因 并于当天在首都迪利波利 以西30公里的港口城市扎维耶 同政府军激烈地交火 此外 反对派武装 在试图进入石油重镇布雷加时 遭到了政府军的顽强阻击 交火造成近百人死伤 当天 政府军还对位于 地利波利西南80公里处 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金毯 实施了几周以来最为猛烈的炮击 消息人士说 东部前线长时间僵持的战事 正在激化 双方在多条战线爆发激烈的冲突 此外 战火正在向利比亚南部城市 塞布哈蔓延 13号 利比亚政府官员带领记者 参观诈维耶附近的一家 据称遭到北约空袭的医药工厂 利比亚官员表示 北约空袭已经变成了狂轰乱炸 不区分民用目标和军事设施 北约还将空袭范围 扩大到了利比亚中部城市朱弗拉 有媒体评论说 北约空袭在本月初 从按时轰炸升级为不分昼夜 空袭密度和力度明显增强 这一变化凸显北约 因在利比亚战事久脱不绝 而见识耐心 与此同时 利比亚反对派武装 配合北约空袭升级 近日争分夺秒地 在地中海沿岸多个城镇 攻城掠地 13号 反对派在迪利波利 扎维耶 米苏拉塔 埃及达比耶 布雷加和金潭等地 与政府军激烈交火 反政府武装13号宣布 已经夺取埃及达比耶附近的 阿尔巴因 并且解除了政府军 对扎维耶附近城镇的封锁 而另一方面 虽然国际社会在去留问题上 没有给卡扎菲留任何余地 但利比亚政府军 一直在北约战机的空袭当中 顽强阻击反对派发起的攻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3号公布的机密文件显示 尽管北约空袭 对卡扎菲武装造成很大打击 但是利比亚政府军军力仍然充足 分析人士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内 利比亚政府军反对派于北约 仍然将在接受时间考验的同时 继续双方拉锯战的态势 根据报道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13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迪斯亚贝巴的非盟会议上 发表讲话 敦促非洲国家 断绝与利比亚政府的外交关系 加强与利比亚反对派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关系 虽然希拉里·克林顿的讲话 没有得到非洲国家的回应 但是海湾地区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天宣布 将驱逐利比亚驻阿联酋大使 要求利比亚大使 必须在72小时内离境 另外 德国13号表示 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 为利比亚合法代表 阿联酋和德国的举动 无疑进一步挤压了 利比亚的外交生产攻击 今年3月空袭开始以后 法国 英国 德国等国 先后宣布 承认反对派的全国过渡委员会 为利比亚唯一合法代表 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 也已经宣称 卡扎菲政权失去合法性 甚至连此前强烈批评 北约军事行动的俄罗斯 也转变立场 呼吁卡扎菲下台 尽管外交上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卡扎菲立场依然强硬 近来更是频繁发出 誓死战斗到底的信号 观察人士分析 在卡扎菲下台这个先决条件上 双方立场截然相反 卡扎菲与北约 以及反对派的对抗 仍然将继续下去 在非盟倡议下 联合国安理会将于6月15号 在纽约举行利比亚问题会议 非盟将派高级别代表团 赴纽约与安理会成员 就利比亚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 为支持非盟政治解决 利比亚问题的努力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骏 将率团与会 中方希望会议能够凝聚国际共识 推动有关各方尽快停火 早日实现利比亚问题的政治解决 您让您看这些ifiers 您伯定 小礼 我听之后 您在这个这些 recogni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